人有仙 当初我与小仪仙姐姐 紫妍 顺利出了空间重动 之后花了几个月时间来到丹狱 不曾想 小仪仙姐姐承知恶徒时 恶难毒体爆发 事后不久 便引来了冰河谷的追杀与围剿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得到 小一仙姐姐的恶难毒体 与肺炎谷 并列三谷之一的冰河谷 小一仙姐姐为了掩护我 主动将冰河谷的追兵 引去了洛神剑 这次回家 本想拜托家族 去救小一仙姐姐 然后寻找萧嫣大哥 你的下落 谁知 都怪我没用 我一点忙也帮不上 不关你的事 当务之急 是立刻前往洛神剑 新兰 我需要你为我带路 对了 子言和小一仙在一起吗 我们到丹玉不久后 她就回家了 她给我们留了一封信 说她忽然有一些感应 需要回家 子言那丫头 身份虽说一直成迷 不过想来必有极强的靠山 就是不知她所谓的回家 是去哪里 罢了 现在只能先将小一仙 这边的事情解决之后 再去寻她了 这边是洛神剑吗 果然险恶 不过以小一仙那特殊的体质 在这里 倒是能够如鱼得水 洛神剑中年毒雾萦绕 身处更是毒兽横行 听说还有人形魔术出没 危险至极 的确独无辩鱼那我们要怎么找到小一仙 这只寻毒鼠 是之前小一仙姐姐教给我的 她能带我们找到的 好 我们跟上 好 变尊敬 怎么回事 你中了我冰河谷的冰尊敬 除非由我冰河谷谷主出手 不然的话 一个月之内 体内残留的悬兵器 会将你的生机戒术冻结 少啰嗦 既然你要断绝自己唯一的生路 那老夫 就亲自将你牵回冰河谷 老夫看你往哪儿躲 哪儿 百 blij 三 刀极之色 你们截阵 我来戳施他 冰河谷众弟子听令 截兵封阵 是 名完不灵 你的恶难毒体 并非真正地达到了顶方 否则光平老夫还真是奈何不了你 但是可惜呀 老家伙这是你自找的 休想解开恶大毒体 小伙子 抱歉 我来晚了 小爷 小一仙姐姐 你没事吧 区区一个一星斗走 竟敢对我冰河谷出手 冰伏 他交给你了 其拿后断气四肢 放心吧 我会让他尝尝 生不如死的滋味 小爷 你们先走 放心吧 有我在 谁也别想伤你 这次 看你还怎么逃 起来 躲起来 祝我 他 好 被人賹 屠 屠 屠 傀儡 既然敢来 自然是有把我救人 解决他 尐 尔 尸 尼 冰伏冰赫 杀了你小子 我没练习他在控制 小一线姐姐 没事吧 他交给我 你去对付其他人 这里有我 先来 你扶小一线去休息 猖狂的小子 冰赫 你带其他人擒拿恶难毒女 此人 交给我 这回 看你还有什么地牌 好险好险 臭小子 又让我去把老骨头出来当打手 好 麻烦听伙前辈了 我的朋友伤得不轻 请尽快解决此人 知道了 知道了 这小子 居然真的还有底牌 八星洞宗 什么 这位朋友 老夫冰河谷长老冰符 老夫 今日之事与你无关 还请不要插手 事后 我冰河谷必有重限 冰河谷 很了不起吗 冰哥 你还在等什么 快杀了你小子 你们小心些 三千雷换身 玉皇 答对了 有枪 八级 小杂种 别得意的太早 鸣茫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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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一星斗通 怎么会这么强 冰河谷的二星斗走 居然不堪至此 没有身体就是麻烦 收拾个斗宗都这么费劲 天火前辈请放心 药材已经差不多了 要不了多久 您便能够再度拥有躯体 这位前辈 炼制躯体的事 我冰河谷最为擅长 而且炼制的躯体 还拥有一些特殊的能力 只要你为我冰河谷 做一件事 便能够免费得到 做什么事 说不定我们可以商量商量哦 杀了他 再把恶难独女交给冰河谷 一 二 前辈 你说只要做一件事 但刚刚分明是两件事的要求 我最讨厌撒谎的人了 小家伙 这种人以后就不用跟他说话的机会 不然迟早会有变故 还好老夫的品行好哦 多谢天火前辈提醒 小云仙 小云仙姐姐 ゲ Noria is the ¿ 看来 明尊 GO 已经开始侵�stre血液和精脉了 和静脉了 但活不成了 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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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和解除血液 FEMA 德国的谷主 小衣仙姐姐 还好萧嫣大哥及时赶到 要不然 大家都没事了 大家是没事了 不过 现在你还是先管管自己的身体吧 这冰尊镜 必须紧早驱除 这冰尊镜的确诡异 但也并非必须由冰河谷谷主出手 才能驱除 我就知道 小衣仙大哥肯定有办法 交给我吧 我准备好了 小衣仙 化解冰尊镜 还需我用一火辅助 过程可能会有些痛苦 你忍一忍 一火灰零药力 更完美地伸透进你的体内 同时 也会抑制那冰尊镜的扩散 那就拜托你了 嗯 那就拜托你了 小衣仙 没 别人 我 je 到底可有此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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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效果 新兰 要将冰尊镜全术化解 还需几日 这段时间 我会为小姨先护法 你对丹玉比较了解 所以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萧嫣大哥尽管说便是 我定会全力去办 你出落神剑 尽快帮我把这些药材收集齐全 萧嫣大哥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会想办法为你凑齐的 这一路 他会保护你 我会尽快回来的 冰何苦 这事 可不会如此轻易的完了 冰仙长老 搜索恶难独女的谷中精锐 都在这里了 包括 冰员三位长老 你们先守在这儿 我要立刻回冰河谷 向谷主禀报此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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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尊敬 都被化解了 你的修为又静静了 在你疗伤的这几天里 我已经乘机吸收了魔毒斑 升到二星斗宗了 这全都得仰仗蝎碧岩 送给我的禁忌补品啊 看什么呢 看你恢复得怎么样 谢谢你 小爷 你将这丹药服下 两三日内应该能够恢复到巅峰 对了 你的恶难毒体怎么样了 还好啊 不过感觉这里爆发的时间 应该只有两三个月了 这叫还好 没关系啦 就算毒体真正的爆发 反射了我的神志 但那时候的我 也绝不会不认识你 请说胡话 放心吧 这两三个月中 我会将天毒蝎龙兽的魔盒 弄到手 到时候 便能令你彻底地将恶难毒体 控制住 其实 先前就在这洛神界内 我就被一头七接天毒蝎龙兽纠缠过 真的吗 就在这洛神界内 你是怎么遇上这魔兽的 那家伙好色很多 看样子 也是亏似我这恶难毒体 当时我正躲避冰河谷的追杀 不想节外生枝 便想办法逃顿了 这该死的魔兽实力如何 我虽没与它确切交手 不过照我猜测 应该算得上是八星斗宗了 八星斗宗 若是你我二人联手 要将其斩杀 也并非不可能 不过不知道 它是否有着什么底牌 这魔兽身为洛神剑一方霸主 势必麾下也却挤了不少实力强横的手下 我们还是要多多准备为好 我来安排 等新兰和地妖鬼回来 我们就去会会这天都蝎龙兽 臭小子 果然一叫老夫就没好事 那可是七界魔兽 老夫要拼了这把老命才能对付呀 其中难处我自然知道 不过 原本给您炼制身体所需的生骨绒血丹太高级 每隔两三年 根本搜集不起所有的药材 难不成你小子药 不过 我怎么忍心让您老继续等下去呢 嗯 于是 晚辈在我老师药尊者所收藏的众多药方中 翻阅了整整一个晚上 终于 寻得一个完美代替生骨绒血丹的药方 阴阳 密 魂 丹 还不过药材中还差一份七界魔兽的精血 哎 原本我们大家联手应该问题不大 既然前辈觉得太难 那只好算了 看在你小子这么有心的份上 不就是七界天独蟹龙兽吗 老夫还不放在眼里 老夫本就最讨厌那些荒淫残暴的魔兽了 这次动手也算是替天行道 天皇前辈果真大义 嘿嘿嘿嘿嘿嘿嘿 怎么感觉这小子在顶老夫下套呢 跟前辈开个玩笑 不过阴阳命魂丹却有此事 而且七界天独蟹龙兽的魔盒 也正是化解恶难毒体所必须的条件之一 可谓一箭双雕 小子多谢天火前辈仗义出手 嗯 这还差不多 小颜大哥 他们回来了 小颜大哥 不好了 我买完药材后发现 冰河谷竟然通缉了你们 还派出了斗宗巅峰强者 前来洛神剑抓人 我倒是怕他们不来 这笔账我要好好跟他们算一算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必须先去解决掉天独蟹龙兽 只要帮天火前辈炼制出躯体 就无惧这斗宗巅峰了 新兰 天独蟹龙兽实力强大 你留守在这儿 等我们回来找你 你们要多加小心哪 嗯 嗯 动身吧 动身吧 冰蛇老 冰原他们三位长老及弟子 便是在此陨落 嗯 没想到恶难斗女竟还有外缘 这几人面生得很 想必应该是丹羽之外的人 冰河谷许久未曾遇到这等挑衅了 有意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样子 那束石堡 应该就是天独蟹龙兽的老巢了 这种界别的魔兽 对我的恶难毒体 有着敏锐的感应力 我想 已经发现我们了 无妨 今日前来 就没打算掩盖气息 小美人 你可想死我了 我了 帅哥 求你了 高可 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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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 老远就聞到你身上的香味了 既然來了 就乖乖留下做本王的女人 讓你的惡難毒體 為本王生出最完美 血統最純正的後代 我來此處 只是想向你討養遺物 只要你做本王的女人 本王什麼都給你 還是先將你的魔盒交給我吧 若是換作別人 敢在本王眼前說這番話 已成死尸了 但誰讓本王對你如此著迷 這冒犯之罪 就讓你旁邊那個男人 來抵償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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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人 這點進攻 可奈何本王不得 不過你旁邊這傢伙 我倒是小看了 還有更讓你頭痛的 這天毒蟹龍獸 果然有兩把刷子 不過我會好好招待他的 哼 不管你們今天為何來這裡 既然來了 那就都留下吧 只要來到這片區域 你們的生死 將由本王主宰 這家 果然有地牌 小心 這些全是露神劍的毒獸 那還等什麼 一起打爆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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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壹姐 你小心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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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区灵魂体 也敢对邪龙族之人大放厥词 真是邪命他 不过是体内流淌着一丝太虚古龙血脉的魔兽 还真当自己是太虚古龙了 分死的龙族血脉 竟然你侮辱 既然你们找死 那本王就成全你们 一群蚪蚁 蚪蚁 若非老夫失去身体 你在老夫眼中才是蚪蚁 今日这精血 老夫要定了 这些魔兽被天毒蟹龙兽所操控 肯定不会有什么恐惧 这样下去 不知道要耗到什么时候 魔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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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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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死的 居然敢打斷本王的龙脚 死定了 这是什么路主 难道他要吸收独兽群之力 邪龙沟天 伴皇要将你们随时挽断 你的嘴售是我们 天皇前辈 能否助我将其控制一段时间 我来想办法 那可得给我点时间 好 用手 明白 你 休想滚多 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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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绣炎 速战速决 你们此日 都得死 千火前辈 这么多年来 本王还是第一次操守株刺重创 不将一个回飞烟灭 那你笑本我心头之怒 我们老大可不是这么好者的 不好 这家伙又拼了 去吧 我怒火灵 我怒火灵 老大 你们是自己走 还是想继续 可算结束了 累死我这把老骨头喽 我们赶紧离开这吧 我担心 刚才引起的动静太大 很有可能会把冰河谷的追兵引来 明白 我们走 嗯 按照新兰先前所说 此次冰河谷派出了斗宗巅峰强者 所以 在他们找到我们之前 天火前辈的躯体 和小玉仙的恶难毒体 必须先解决 不然的话 恐怕情事会很不妙 还是先为天火前辈 炼制躯体吧 有了肉体后 即便不能短时间内 恢复到巅峰实力 但进入斗尊 应该不难 只有这样 才有机会解决此次的危机 小玉仙分析得有道理 那便 先解决天火前辈的问题 这 这是真的吗 当然 你放心 我定会帮你控制住恶难毒体 老夫 老夫终于要恢复肉身了 天火前辈 感谢二位 小家伙 这份恩情 老夫会谨记的 天火前辈这一路上 多次助我脱离险境 萧炎若不尽力 岂不成了不仁不义之人 真是羡慕你那老师 能有你这般优秀的弟子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动手 为天火前辈 炼制阴阳命魂丹 在这期间 有劳你们帮我护法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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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丹蕾 萧炎大哥果然厉害 七品丹药这么快变炼成了 希望冰河谷的追兵 不要这么快察觉吧 不知地妖魁 再经历一次淡蕾淬炼 能达到何种地步 可是现在时间紧迫 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怎么回事 丹蕾怎么自己消散了 嗯 应该是洛神剑的毒气太浓 遮掩了丹气 丹蕾找不到目标 就只能消散了 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不过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说 也不算是万事 这营养命魂丹 果然神奇 天火前辈 嗯 待会我一发话 你便立即吞下丹药 进入躯体内 嗯 至于躯体 就用这一副吧 嗯 条件算是符合了 就是这副长相 不像是什么正经人 时间紧迫 您就先将就一下吧 嗯 天火前辈 打入一丝灵魂之力 哎 哦 哦 淡雷 这么快便消散了 这帮人果然有些诡异 哼 有天蛇长老在此 再诡异也难逃升天 天火前辈 我先将此肉体激活 待会儿你进入之后 要顶住一火断烧 取得身体控制权 中途切记不可松懈 否则 不仅这肉身会报废 连你的灵魂 都将会受到致命影响 就是此刻 吞下弹药 进 小子 有些排斥啊 还算顺利 接下来就需要前辈顶住一火断烧 预火重生了 小炎大哥 冰河谷的人 又来了 终于找到你了 恶难毒体 旁边藏着的那位 也一起出来吧 队宗巅峰 冰河谷还真是舍得人手 为了你这恶难毒体 让老夫出手倒也不算太过 你们去守住谷口 不许任何人逃走 是 天蛇招了 说来也巧 老夫曾与上界恶难毒体有过一阵 最终输了一招半时 不知你这一届实力如何 你试试就知道了 大人 明显 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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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强的冰尊戒 斗宗巅峰 可不是你们依靠数量变成够抗衡的 那位青年和那灵魂体验一起出来吧 老夫今日不会放走一个 龙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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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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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 比起上一届恶难毒体 你可是差了许多 放心吧 这两三个月中 我会将天毒仙龙兽的魔盒弄到手 到时候便能令你彻底地将恶难毒体控制住 抱歉 小燕 可能 我等不到那一天 哼哼 想要解开恶难毒体吗 若你一开始便解开 自然是有几分棘手 可惜现在 来不及了 乖乖跟我回兵何苦 或许还有活路 不忍得 天使长老 这是 我会找到你的声音 她再说 好 我们是知道了 不检查 我们是想搞定了 大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